觀眾朋友大家好 現在是由中家衛為您報導新聞 首先是新聞提要 文調顯示宗教人數跌破50% 明主播稱美國人已經被奴役 逆轉川普政策常苦果 拜登可能不得不繼續修建邊界場 美軍證實洛斯福號航艦打擊群 在4號入南海 美國和伊朗維也納非直接會談 歐盟當已傳 開槍商兩人後闖軍事基地 美軍衣武兵被擊斃 以下請收看詳細內容 日前美國知名文調公司蓋洛普 發布最新文調顯示 2020年47%的美國人 是正式的宗教團體成員 在80年內首次跌破50% 霍士新聞主播因此表示 美國人已經被奴役 調查顯示 1937年有73%的美國人是宗教成員 2000年這個比例基本無變 到2010年的時候開始降為61% 2018年已經降至50% 到2020年更降為47% 據文調分析 造成美國宗教成員人數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更多的成年人沒有宗教偏好 在特定的禮拜場所中 有正式成員資格的人數正在逐年下降 蓋洛普文調強調指出 美國仍然是一個宗教國家 每10個人之中 就有7個以上的人 加入了某種有組織的宗教 可能因為新冠病毒的大流行 2020年的下降 可能是暫時性 但從趨勢來看 未來幾十年的持續下降 似乎不可避免 針對美國宗教人士比例下降的情況 霍士新聞之名主播卡爾森 Tucker Carlson 上星期五 4月2日 在節目中指出 這個國家所有的自由派運動 都宣稱將美國人 從傳統宗教的束縛中解脫出來 但到一定程度 情況會變得與他所宣稱的相反 他提出質疑說 人們真是比信仰上帝時更自由了嗎? 他們沒那麼焦慮了嗎? 他指出 每個人都會死 如果對死後發生的事情缺乏解釋 人們就會對傳統科學失望 就會焦慮、絕望和恐懼 遵而造成自殺、虐物濫用等行為的飆升 因此 人們並不是通過逃避人生的意義 逃離上帝、逃離宗教獲得了自由 而是通過各種所謂的自由運動 矛盾地將人們束縛起來 實際上就是被奴役了 美國新總統拜登上任之後 就逆轉了川普的邊境政策 甚至叫停了仍然正在修建的邊界場 從而造成創紀錄的非法移民湧入 近日 拜登的國土安全部DHS表示正在考慮 重新恢復邊界場的修建 華盛頓時報記者迪南 Steven Dinnan 4月5日星期一 發布的獨家報導表明 國土安全部部長馬約卡斯 Alejandro Mayorkus 正在考慮重新啟動邊界場的修建 以填補川普任內 還未見完的空處 川普政府 從2017年到2020年 已經建造了450英里的場 據迪南的報導 從上星期 和移民海關執法局 ICE員工的談話中得知 馬約卡斯被問到 他對建場有什麼計劃時 他說 在拜登取消了邊境的緊急狀態之後 也取消了五角大樓的錢 流向邊界場的建築 但他認為 這樣填補一些場之間的空缺處 有了可以做決定的空間 據《華盛頓時報》 對移民海關執法局會議的回顧 馬約卡斯表示 海關和邊境保護局 負責監督審查邊界場的建立 而他們已經提交計劃 希望在一些地方看到改進 馬約卡斯說 總統很清楚傳達了他的決定 就是觸發國防部 將資金投入邊界 修建隔離場的國家緊急狀態 已經結束了 但是他還有空間去做決定 這就是從管理 可以作為管理的一部分 在特定的地方 有些場需要改造 特別是 有些項目需要去完成它們 而據布萊巴特獨家新聞報告透露 由於拜登就任總統第一天 就停止了邊境場的建設 造成美國納粹人 因為他的這個決策 每天要付出大約600萬美元的成本 而此舉 已經引起了政府問責辦公室 G.A.O.對他的調查 而日前 政府問責辦公室 也證實有報告稱 他們正在調查 拜登在1月凍結美麥邊境 邊界場建設的舉動是否違憲 參議員布朗特 Roy Blunt表示 授權這筆錢的使用 是國會的工作 而總統要做的 只是能夠有效地使用這筆錢 聯邦眾議員 羅伊·Chip Roy在Newsmax電視台說 拜登政府曾經自稱 自己的移民政策 更加人道和富有同情深 但實際上 美國南部邊境的開放 正在讓墨西哥的販毒集團的人口販運 和毒品活動正正日上 前海關和邊境保護局 CBP總監 Morgan 說拜登的停建邊境場 已經令5,000個建築工人失業 還有更多在鋼鐵 水泥和技術行業的其他工人也失業了 而非法移民在拜登的管理下更是暴增 只是3月 就有超過17萬名越境者 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被逮捕 而這是15年來最多的一個月 非法移民的總數 也比2月份增加了70% 移民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 法規事務和政策主任 Rob Law曾經說 在2022年中期選舉之前 拜登的民調可能會變得更差 而他的親移民進步代表們 將繼續幫助很多貧窮的移民進入美國 以和他們競爭良好的工作 體面的住房和K-12資源 美國海軍在4月6日證實 美國羅斯福號航母打擊群 TRCSC 於4月4日進入南海 這是羅斯福號航母打擊群 自從2021年 被派遣到美國第七艦隊戰區之後 第二次進入南海 羅斯福航母的指揮官 偉尼西莫Admiral Doug Verissimo表示 該打擊群非常高興回到南海 偉尼西莫說 我們回到南海是為了表明 我們仍然致力於確保這些海域的自由 讓我們的盟友和夥伴放心 在這次打擊群的部署過程中 我們通過與澳洲、印度、日本、馬來西亞 和韓國的朋友的一起行動 致力於維護印太地區基於規則的秩序 我們期盼著 在這個世界上最重要海域 和與我們秉持著 共同的安全和穩定遠景的人們 一起航行 報導表示 羅斯福號打擊群 在1月底也曾經駛入南海 第七艦隊指稱 羅斯福號打擊群 進入南海的目的在於 確保航行自由 並建立有利於海上安全的夥伴關係 據中央社報導 不但羅斯福號打擊群 在4號早晨進入南海 美國驅逐艦馬斯廷號 USS.Mustin 也於3號凌晨 出現在東海長江口海域 週二 歐盟調解人 開始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 穿梭於美國和伊朗官員之間 他們試圖讓兩國 重新恢復華盛頓3年前 退出的2015年伊朗核協議 2018年5月 時任美國總統川普 宣布退出伊朗核協議 全名是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 川普說 這項協議不但未能阻止伊朗發展核武器 也未能規範伊朗資助恐怖主義的行為 拜登政府則表示 如果伊朗完全遵守伊朗核協議 華盛頓則準備回到該協議中 華盛頓週一 表示 預計美國和伊朗的討論將會很困難 雙方都沒有預計會早日有所突破 美國和伊朗上週五 證實 兩國官員在維也納期間 不會進行面對面的雙邊會談 與此同時 伊朗核協議的其他簽署國 也會派代表在維也納開會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奈德·普萊斯 說 我們目前沒有預計 在這個過程中 美國和伊朗會直接對話 雖然美國對直接對話持開放態度 路透社報導 一名歐盟外交消息人士透露 伊朗和美國將會在同一個城鎮 但不會在同一屋內 維也納是2015年 伊朗核協議的簽署地 星期二 該協議的其餘簽署國的代表 在維也納的一間酒店 舉行了簡短的初步會談 俄羅斯駐國際原子能機構特使米哈伊爾 烏利揚洛夫 Mikhail Olyanov在會後表示 國方已經擇成兩個專家級小組 致力於解除制裁和核問題 以確定具體的推進措施 專家們定於星期二較後時間 開始技術工作 目的是 將美國可以解除的制裁清單 和伊朗應該履行的核義務結合起來 烏利揚洛夫發表推文說 恢復伊朗核協議 將不會立即發生 將需要一些時間 要多久 沒有人知道 今天聯合委員會會議後 最重要的是 為實現這個目標的實際工作 已經開始 在維也納期間 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官員 將作為伊朗和美國之間的調解人 在兩國代表團之間穿梭 俄羅斯和中國作為該協議的簽署國 也出席了 和英、法、德舉行的維也納會議 當地警方表示 星期二、4月6日上午 一名男子在馬里蘭州 弗雷德里克、弗雷德里克一間企業 開槍打傷兩個人 然後開車去附近的軍事基地 德特里克堡、Ford Dietrich 基地人員開槍打死了這名男子 CNN報導 弗雷德里克警察局局長 傑森·蘭多、Jason Lando對記者表示 涉嫌槍手是一名38歲男子 他進入該市東北部的河濱科技園 Riverside Tech Park的一間公司 在星期二上午 他在這間公司內或附近開火 擊中兩名男子 蘭多說 犯罪嫌疑人 然後開車 去了約10分鐘路程的德特里克堡 軍事基地人員將他擊斃 蘭多表示 在科技園受傷的兩名男子 處於危急狀態 被直升機送往醫院 他表示 目前不知道犯罪嫌疑人 為什麼在這間公司開槍 以及為什麼隨後前往德特里克堡 或者是什麼原因 導致基地人員向他開槍 蘭多說 我們有兩個不同的現場 我們已經確認 那裡只有一個襲擊者 而且公眾不再處於危險之中 嫌疑人和受傷人員的名字尚未公佈 美國海軍在推特上說 犯罪嫌疑人是海軍醫院的一名醫務兵 推文寫道 美國海軍可以確認 在馬里蘭州德特里克堡 發生了一宗槍擊事件 其中涉及美國海軍水手 槍手是海軍醫院的醫務兵 已經死亡 隨著局勢的發展 我們將繼續提供更多細節 美國陸軍德特里克堡駐軍表示 疑犯衝破位於 Apposum Town Pike 附近的Narling Pond大門 並衝向基地 隨後它被擊斃 蘭多表示 大約在星期二上午8時20分左右 警方已經被召集到第一個案發現場 距離德特里克堡爾東4英里處 聯邦煙酒槍炮管制局 住巴爾的摩辦事處 在推特上說 聯邦煙酒槍炮管制局的特工 正在響應這件事 並提供協助 芬雷德里克距離華盛頓特區西北約50英里 這節的新聞為您報導到此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